沉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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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繞 好好這個如此纏繞的樹狀圖先讓我們來解釋一下 彷虹島嶼天光的樂團滅火器主唱叫做楊大正 日前歡喜有女兒女兒的媽媽叫做山東 大正有個前妻叫做鄭宜農 宜農出櫃之後和前夫與山東成為室友 一家四口多元成家 日前鄭宜農搬出前夫家被開刀和林與喜有但同居親衣 這故事不只有這樣子喔 林與喜2016年就被本刊拍到 她和全外女友長髮妹在車上親親 這故事裡還有已經撕破臉的閨蜜 雷瑟琳莫允文外加成衣之間的四角戀 經過了兩年的時間 根本就誤喚心以人世以非 不過說了這麼多 就讓我們來回顧一下 這段2016年的精彩實錄 最近以偶像劇打開知名度的林與喜 日前被本刊拍到 和好朋友一起進hotel底下的餐廳吃飯 這天晚上兩人正在車上聊聊天 還摸摸小耳朵 雖然林與喜一度把頭別開疑似是跟對方吵架了 但沒多久 兩人還是走進飯店樓下吃飯 吃完之後兩人卡卡熊熊的勾勾手 取了車之後一起離開 在車上兩顆頭越靠越近 雖然因為真的太暗了 畫面給他超級霹雳霧底有夠模糊 不過看起來兩人似乎是忍不住 可能晚餐真的太好吃了 兩個人才會連等紅燈的時間也不浪費 要在對方的舌頭上再嘗一嘗點心的味道 當天晚上兩人一起開車回家 隔天又一起甜蜜蜜地逛樂華夜市 還吃了麻辣臭豆腐 阿姆哥這一次吃完就沒有爛機了 阿 那個 遙控器壞掉了 入行以來 林雨昕幾乎不曾和男星傳過緋聞 道士和同為新生代演員的雷瑟琳 有過極為親密的友誼 我連跟她借個浴室洗個澡 我都覺得不好意思 她還放好洗澡水 兩人感情之好浮在話下 根據了解原本雷瑟琳 和另一位女演員莫允文搞曖昧 但莫允文偷偷和陳毅拍拖 最後雷瑟琳與她翻臉分手 到了去年 雷瑟琳改跟林雨昕關係密切 但如今兩人的感情恐怕已經觸礁 大家好 最近我們有一個新的團名 叫做Legacy 為什麼是Legacy呢 因為雷跟溪 現在看來林雨昕大概已經離開Legacy 至於新團體或許可以考慮叫Legacy 我愛她